轟轟轟低沉引擎声 一台台大型重机骑过去 那一条马路上还有更多重机 停得满满满 相当重观 周日下午一点 众多路权团体号召上千辆重机 包围交通部抗议 不满台湾的机车用路人 无论是白牌机车或是大型重机 都受到政府打压 交通平权 交通平权 道路解言 道路解言 不仅抗议还递交陈情书 路权团体提出三大诉求 包含立即依法开放大型重机 骑上高速公路 以及开放大型重机 可以停放在机车阁 最后一项废除道交安全规则 第99条 内侧车道进行机车 以及强制辆队式左转的规定 这一点他们是依此持反对 保守恶意拖延的态度 展现了说交通部 其实对于不同的用路人 他有不同的差别待遇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车种歧视 不过网络论坛上的汽车版 应发量派网友论战 有人吃瓜表示 计程车包围马上妥协 看这次会妥协重机什么事情 也有人直言 先猜最后还是没结果 大多反对者指出 遇过重机在快速道路塞车时 硬钻车缝 另一派支持者则指出 使用国道是每个正常国家公民的 基本权利跟轮述无关 重机本来就可以上国道 三读不公告是哪招 重机正路权引发网友讨论 重机车友希望同时占有汽车 及一般机车的好处 还是要看交通部及民众同不同意 记得陈水白草 问您台北报道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